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书记专门问了一下顺歌南风这个典故 然后我给总书记就解释了一下 顺帝长江在阎湖的二边 普清高歌他高歌的呢就是南风歌 总书记才挂在这呢 我给他介绍的就是世纪鼠原化石 这个呢距今呢是四千五百万年 这些化石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低等粮整粒动物 像高等粮整粒动物演进的一个空缺 而且呢被发现于北非的发油母化石呢 三千五百年的要早一千万年 也就是说打破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 看的时候呢总书记看得比较仔细 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西英遗址 西英遗址呢在我们中国考古史上呢具有标志性的地物 我们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这一次的考古最大的一个成果 就是前面图板上展示的这半个茶减 然后下面展台上展示的这个石雕茶涌呢 这些茶减和茶涌的发现表明了河东的鲜民 当时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养残和烧尸技术 这些器物呢都是西英遗址同期的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 器物上面的纹饰呢命名为西英文 然后总书记把这些纹饰呢就看得下来 我就给总书记说你看这边这个铜锈呢非常多 而且上面呢还有当工打出来的散工点 说明了这个青铜器地下埋的时候产生铜锈 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先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关注 更加坚定了我做好国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凝结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物 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好做好文物活化利用 激发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